再也没有一场足球比赛,能像那个夜晚一样,达到那么惊人的收视率,出去爆满的现场,国内无数城市最大的广场用大屏幕在直播,每个广场都有成千沙蛙的人在收看直播。 2001年10月7日,神奇的米卢带领国足,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,在沈阳武林和球场,凭借于更为的进球,国足主场1比0战胜阿曼,得以提前两轮出现,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却赛圈,由于之后的中国足球再也没有取得过可以比肩当时的成就。 那个夜晚,像高高飘在夜空里的一座空中楼阁,印证着历史,我们出现了我们出现了,这句话的那个夜晚,被无数中国球迷喊了一遍又一遍,但没想到这句话死后就被尘封了起来,再也没有被喊出来过。 历史性的一刻再也没有一场足球比赛,能像那个夜晚一样,达到那么惊人的收视率,出去爆满的现场,国内无数城市最大的广场用大屏幕在直播,每个广场都有成千上万,的人在收看直播。 等到电视屏幕上主裁判吹向中场上,所有人都开始疯狂,与身边的每个人拥抱,迷路那些国足志荣,风线上有郝海东,杨晨,中场的后邀李铁经过四年锤炼,已经没有1997年的金色,最有灵气的齐鸿,那一年状态最佳,作为骑兵的李肖鹏同样状态正佳,而在后防线上, 吴承映,孙晋海可以说放在中国职业联赛,整个历史上,都是数一数二的兵后卫,体能,奔,跑能力,帮手一时与进攻吸力程度,样样俱佳,范智义和李伟峰的中后卫组合,门向将军恶手防线,球员们庆祝出现神奇米鲁激发了化学反应,长年游荡不同国家的经历,让米鲁激原滑又讲华, 米鲁后来接受采访时说,在中国职教时,总有不同的领导暗示说,有的人该上,有的人不该上,但他全部打哈哈糊弄过去了,而当时中超又是前男教练大受欢迎的时候,米鲁自从上任起就与前男教练关系密切,也正是因为这样,他才能够发现,并大胆重用李肖鹏等球员, 翻之一,断圈那一届的石墙赛,最终中国队提前两轮出现,张吉隆的斡旋与上上千,命路的神奇不振,再到所有球员的共同努力,每个人的功劳都同等重要,中国足球从未感觉这么好。 请不吝点赞